来了吧 这是吧 哎呀 小哥说你来了 来了 好了 我出发了 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发现不对吗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现在弄完了 就在等你呢 我刚刚才听到他的音音 你随便弄点什么吧 就清淡的就好了 太傻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另外一位室友是黄静宇老师 我知道 你们之前认识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认识好多年前就认识了 关系也就一般吧 这个好精彩 其实关系我们关系还一直保持的挺好的 你觉得黄静宇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哇塞他怎么都知道 哈哈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很老实很善良很扛事的人 那你觉得是 你更会做家务还是经济老师的 我觉得百分之百是我 哈哈哈哈 所以你会包揽所有家里的家务 我我当然不会 你知道人是要成长的 所以就都要让他来干 我们这种已经会了就可以不做 哇这个好尴尬啊 好了到了啊 老师我们走了啊老师 没看出来啊哈哈哈哈 等一下 行李没拿呢 哎哎哎 我拿吧 哦 我好夸张的这个 哈哈哈哈 是你 哈哈哈哈哈哈 伤透了 没有感到我强大的气场在前面吗 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神经病 天呐没认出来 我没认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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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